二战初期 炮火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 法国这片曾经诞生过拿破仑的大陆 如今却不得不忍受着德国人铁骑的舰打 大批法国男子被抓进战福营 剩下的大多是老肉妇孺 在法国后方的临海小镇 随处可见德国军人和军事警区 从日用品到食物 任何一些看到的东西都实行配给制 而那些被德军掠夺的物资 则远远不断运往前线 用来支撑德国的侵略 法国百姓无可奈何 总有不满和愤恨 也只能忍气吞声 得过且过 因为他们却战败着 简尼士镇上了钢琴教师 他的父母在一战中牺牲 如今和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 倒也还算稳定 但平静的生活很快便被打破 某天一个德国士兵直高气扬说 要征用他们的房子 一名军官将要住进这里 在简尼眼中 这不是住 而是站 面对嚣张保护的侵略者 祖孙梁只能委屈求全 他们很清楚 抗拒的后果 好巧不巧 士兵偏偏选中了简尼父母的房间 这个房间 是简尼对父母的念想 自从父母去世后 他每天都会被房间打扫 还会放上一束鲜花 如今仅有的念想都被夺走 活仇家恨并到一起 这让他对侵略者更为憎恨 法国的冬夜特别冷 祖父在毕炉旁烤着火看书 简尼弹起了巴赫的曲子 悠扬的琴声便回荡开来 这时 一名德国军官缓缓地推开大门 刹那间 琴声停了 军官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 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向他们抱歉 很抱歉 如果不知上级的安排 我是不会来打扰你们的 简尼和祖父一言不发 用沉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军官没有不怨 他清楚自己是不受待见的 随后 简尼不情愿地领他去房间 军官很满意 可还没来得及感谢 简尼就气鼓鼓地走了 祖父很庆幸 这个人看起来很有礼貌 但简尼很恼火 随手将鲜花扔进了壁炉 一位士兵说过 军官很喜欢鲜花 一个占领自己家的人 即便他看上去多么和善 也不过是戴着虚伪面具的强盗罢了 军官就这样住进了他们家 他每天早上出去和晚上回来时 都会很有礼貌地和简尼祖孙良打招呼 并表示自己一般会很晚回来 如果大家到你们 可以提前锁起大门 我走小门 但祖孙良依旧保持沉默 他们早早约定 无论这个军官说什么 做什么 都拒绝搭理他 这一天 简尼外出领取配给食物 没想到自行车被偷了 他一路走回家 双脚被磨出了水炮 尽管如此 简尼还坚持步行去城里交情 实在疼得要紧 便坐在路边休息 恰巧军官路过 挽回真诚地想载他一程 简尼站起来慢慢地走过去 静止走过了开好的车门 他不会因为现实而向敌人低头 法国人的尊严 不容外人践踏 军官看着他傲娇的侧脸 也不再坚持 适宜驱撤离开 战争是残酷的 不久后 德国人开始清理犹太人 简尼的一名犹太学生 也开始举家外逃 当地的教材被改 学生被洗脑 一切一切都让简尼深感厌恶 可他又无能为力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接受敌人的好意 在城里他看见一名被打伤的德国军人 很明显 民众对纳粹的仇恨正在发酵 正当简尼头疼如何回家时 一直爱慕他的表哥 碰巧开车路过 简尼不喜欢轻挑佛造的他 可脚实在疼得没办法 一路上两个大男人 把他夹在中间 时不时用猥琐的眼神 打亮着简尼 这让他很不舒服 感觉被冒犯的简尼 甚至还想起早上军官那 优雅的绅士言行 车一停 他便飞快地逃回家 入夜军官归来 可他却没像往常一样打招呼 静止往楼上走去 简尼显得有点失落 难道是因为没坐他的车 所以生气了 过了一会儿 军官换了一身便装走下来 他轻轻敲了敲门 用谦逊的语气说 晚上好 我的房间挺冷的 如果你们不介意 请允许我进来烤烤火 就几分钟 面对沉默 他第一次走进了客厅 炉火烧得正往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他说 在一站中 我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很庆幸能在这里 能见到一位有尊严的老人 和一位默默无语的姑娘 我一直很喜欢法兰西 也尊重那些热爱祖国的人 军官缓缓走到书架 细数在架上的法国名著 以及让他无比仰慕的法国诗人 文学和音乐 从不分国籍 德国也除了贝多芬 博拉姆斯 还有巴赫 其实我也很喜欢音乐 未入伍前 我是一名作曲家 我们有些人是自愿参军 有些则因为家族不得不参军 我们也不想经历残酷的战争 可我们没有选择 说完独白 军官照例道了一声晚安 便转身上楼 祖孙俩全程沉默 望着军官的背影 简尼对眼前这个男人 多了一丝理解 从那以后 简尼的目光总会下意识地望向军官 随机又闪躲 他发现军官救助了邻居家的孩子 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善意 简尼甚至找机会 向小男孩打听军官那天都说了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简尼会注意自己的打扮 他每天会在壁炉旁假装看书 目的就是能看晚归的军官意义 这天晚上 军官走到炉火旁 这里很美 能住在海边真是好运 我喜欢大海的宁静 只要你用心倾听 那种隐藏在深处的神秘 会让人感到平静 军官望着简尼 眼神里满是温柔 祖父坐在一旁 无声中看明白了一切 转眼到了圣诞节 简尼盛装打扮 还穿上了母亲的连衣裙 他和祖父难得地吃到了一顿鸡肉 吃过晚饭 祖孙俩照例要去做弥撒 但简尼没去 而是静静在炉火旁 军官看到客厅里的倩影 便走了进来 他说 这是多么美好的夜晚 让他想起了出来的第一晚 那天简尼弹的 是巴赫前奏曲 是他的最爱 他缓缓打开琴盖 美妙的旋律随指间流出 音乐让他们感受 大海一样的宁静 随后直抵心海 仿佛在这一刻 所有的纷争都远离他们 本就动了心 如何不动情 曲弊 军官来到简尼背后 烛光在白皙的脖颈上跳动 他想要触碰 却只敢抚摸他的影子 纵然心里有千言万语 也只说了句圣诞快乐 直到军官去参加圣诞晚会 简尼终于忍不住 稍稍放纵 跑到被他占领的房间 袖着满是他气息的围巾 简尼趴在床上 这是唯一拥抱他的方式了 不知睡了多久 汽车声将他吵醒 他仓皇逃离 却留下了痕迹 他知道他来过 驻足在他门前 一门之隔 彼此都在悸动 但喜欢是放肆 爱是克制 他们间的爱 有太多太多的阻隔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报纸报道 有德国军官被暗杀 纳粹一次性 处决了99名法国人质 这天小镇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镇上时不时传来枪声 周围的气氛 瞬间压抑起来 入夜 军官与跋扈好战的同僚吵了起来 他对德国军队 迫害和侮辱法国百姓的行为 感到愤怒 这不是身为军人所追寻的荣耀 但同僚反驳道 我们不是音乐家 不是诗人 我们是军人 要履行职责和义务 忠于得意志和援手 他满脸痛苦地走进客厅问道 我该怎么做 德国是他深爱的祖国 但他也热爱法兰西文化 这一次 祖孙俩依旧是沉默 或许这个问题 没人能知道答案 这天邻居叫做简尼 如果他和丈夫遭遇不测 小男孩就拜托简尼照顾了 原来邻居夫妇 都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每当有秘密会议 就会在窗台摆一盆天竹葵 此番脱孤 必定是他们在谋划着一场 十分危险的抵抗活动 简尼沉默片刻 便答应下来 一目降临 简尼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抵抗组织要做什么 会不会伤害到他 这时 窗外传来声音 抵抗成员悄悄在军官车下 装了枚炸弹 他不想他有什么意外 想去通知他 可在出风门把守的那一瞬间 他争住了 一旦这么做 自己就背叛了民族 帮助了侵略者 他内心充满了矛盾 就这么守在家门口 直到天了 军官的同僚已经准备上车 军官的脚步也从楼上传来 简尼焦急万分 想拦住军官可又开不了口 危机关头 简尼冲到钢琴旁 弹起了军官最爱的巴赫前奏曲 军官停住了脚步 满心欢喜地凝望着简尼 他很高兴 这是自从他来后 第二次见简尼弹琴 一许结束 简尼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他不懂 直到屋外响起巨大的爆炸声 他放下心头大事 他恍然大悟 屋外的同僚全被炸死 战争有多残酷 眼前的景象就有多无奈 事情发生后 德军对小镇的抵抗组织进行大肃清 邻居夫妇毫无悬念被带走 他们的下场无人知晓 只可怜了家中的小男孩 那天简尼哭得很伤心 如果没有战争 周围一切都会幸福平和 他和军官能聊着巴赫 弹着曲子 享受着岁月静好 那一夜军官接到命令 即将前往苏联前线 他本想不辞而别 屋里的祖父却喊他进屋 那一刻他盯着简尼 想把他的模样永远刻在心里 简尼这才注意到 军官手上拿着行李箱 离别来的是那么突然 军官说 我要走了 远赴苏联前线 那里很冷 零下40度 我们的士兵受不了 此行很有可能克死异乡 军官照例道了句晚安 毅然地转身离开 简尼愣了 他的泪水不断从眼眶流出 他来到军官车旁 千言万语化作再见二字 这是他们这声中第一次对话 也是最后一次对话 军官一笑 他终于听到了大海的声音 也感受到了宽恕和谅解 他从容地带着这份宁静 去面对自己的命运 他站在原地 满腔的爱意沉入无底的深海 转眼间开船到了 简尼走进一户人家 然后在窗台上摆出一盆天竺葵 白色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 这个如此有民族气节的女孩 坚定地忠诚于她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从此她不再是一个用沉默 捍卫国家的人了 战争中的爱情有太多的无奈 国家与民族 信仰与出身 责任与牺牲 横跟在两人间的东西太多太多 他们因生不逢时 不得不用沉默结束 表面上的沉静底下则是彼此内心的波涛汹涌 幸运的是 他们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那份爱意沉浸如海 却热烈似火